哈喽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深圳三角株喜剧的戴维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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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实不相瞒啊 我有一个六岁的女儿 谢谢 谢谢 我一直都很担心 自己不是一个靠谱的爸爸 我现在每天晚上九点钟 准时要哄她睡觉 然后为了让她尽快入睡呢 就所有灯要关掉 我也不能玩手机 我就在黑暗当中 跟她两根并排挡在床上 大家觉得这种情况下 谁会先睡着 所以一般都是我女儿 帮我盖好被子 还亲一下我的额头 出去客厅 倒一杯红酒 抱着我老婆 终于把她哄睡啦 然后她睡觉之前 还要给她讲故事 现在其实你给小孩子讲的 也都还是我们小时候 听的那些经典故事 但我现在回头去看 整个感受会很不一样 就比如说 田螺姑娘这个故事 我小时候看 会把自己带入到 那个单身汉的身上 那就是在看历史上 最早的爽文 那个标题都应该是 极品神仙老婆 给我当保姆 但我现在看 我会把自己带入到 田螺姑娘她爸的身上 整个故事一下子 变得很恐怖了 啊 今日说法 我得一边给我女儿讲 一边给她谱法 田螺姑娘在路边 被人捡走了 带回来家 宝宝 这是绑架啊 单身汉把田螺姑娘的壳藏起来 田螺姑娘回不了家 只能嫁给她 这是非法拘禁 加强迫婚姻罪 而且那个壳 是田螺姑娘 她的婚前房产 是她爸妈 两个老田螺 辛辛苦苦 一辈子给她 长了首富 现在被人给抢了 你以后一定要签好婚签协议吧 接下来看 很多老故事都会有问题 白雪公主里面的魔镜 制造容貌焦虑 灰姑娘 假装上流社会混圈子 想阶层越强 都不太对 但有的故事还是可以的 就据我自己观察 结局越悲惨的故事 她讲的道理就越正确 我现在最喜欢的故事是海的女儿 小美人鱼为了王子 放弃嗓音 放弃故乡大海巷 跟王子在一起 但是王子娶了别人 她就变成泡沫消失掉了 多好的故事 恋爱脑的下场 就是不得好死 我也不确定 我这样算不算是个好爸爸 而且我好像没有办法 对我女儿做到那种完全无私的爱 就还是要有条件 那个条件就是 她得试好歹 前段时间她过生日 我特意挑了个蛋糕给她 她一边吃 一边嫌弃 怎么不是爱莎公主蛋糕 奶油也不好吃 然后把那个蛋糕扒烂 直到里面芒果挑出来吃掉 搞得一片狼藉 就但凡她跟我说一句谢谢爸爸 我都会没关系 命给你 但现在她是不遗余力挑战我永远的极限 我正想一个芒果塞她嘴里了 我就心想 我为什么要给你买蛋糕 你知不知道 你能活过这一年 完全是因为我 你妈 你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六个人人溜给你喂饭 带你看病给你吃药 你所做的 就只有八窗户 玩煤气炉 书柜攀岩 吃地上剪刀的所有东西 坐车的时候拉车门 都把手指插到插座里面 你有为自己活下去经过一顶点努力吗 你没有 你每天作死 你连吃饭这种最基本维持生命体征的事情 都是我求着你做 你能长大一岁 全部功劳都是我们六个人的 你不配吃这个蛋糕 你应该看着我们六个人吃这个蛋糕 我自己在那里越想越生气 就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 为什么有人喜欢把别人头摁到蛋糕里面去了 祝你生日快乐 快高长大好吗 但是提醒大家 这个动作很危险 家里小朋友 千万不要模仿我的想象 好吗 谢谢大家 我是戴尔 爱情费 爱情费